交点73 影响性状表现的因素 遗传变异 族群内个体间的特征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这种现象称为遗传变异 遗传变异可能来自于基因重组或突变 基因重组是指旧有的基因种类进行排列组合 例如 磁雄配置的结合就是属于基因重组 图变是指遗传物质发生改变 例如基因图变是指和甘酸序列发生改变 遗传变异对性状的影响 豌豆发射变异的成因和遗传变异有关 基因型为大P大P与大P小P的豌豆带有显性等为基因大P 其细胞会产生一种酵素 此酵素可催化紫色色素的合成 使花色呈现紫色 基因型为小P小P的豌豆仅具有隐性等位基因小P 等位基因小P的部分和甘酸序列 与等位基因大P不同 细胞因此无法合成有功能的酵素 进而失去合成紫色色素的能力 因此花色呈现白色 等位基因大P与小P的核甘酸序列不同 是遗传病因的现象 造成此遗传病因的原因是基因突变 生物体原来基因的核甘酸序列改变后 可能产生新的表征 例如人类的联形血球凭血症的原因 是由于血红素基因的突变 使得红血球从双凹圆盘状转变成镰刀形 环境因子对性状的影响 绣球花的花色 绣球花花色变异的原因并非来自遗传变异 而是受到环境因子的影响 绣球花的花色受到土壤中铝元素的影响 当绣球花生长在酸性较强 PH值3.5到5.5的土壤时 细胞可从土壤获得较多的铝元素 这些铝元素可和细胞内的化学分子 形成稳定的蓝色化合物 使花色呈现蓝色 当绣球花生长在酸性较弱 PH值5.5到7.5的土壤时 细胞可从土壤获得的铝元素减少 失去铝元素的化学分子呈现紫色或粉红色 花色因而呈现紫色或粉红色 喜马拉雅兔的毛色 喜马拉雅兔的躯干毛色为白色 四肢尾巴等肢体末端的毛色 所调为黑色 这是因为合成黑色素的酵素活性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在体温较低的肢体末端 酵素活性较佳合成较多的黑色素 造成肢体末端的毛色颜色较深黑色 在体温较高的躯干 酵素活性较差 无法合成黑色素 造成躯干的毛色为白色 感谢观看